我们现在到地里边去看看牡丹发芽了没有 大家看一下 现在牡丹的花芽已经有点开始萌动了 马上就要开始发芽了 这是已经苹果查的 也是已经有点开始发芽了 不过现在如果修剪花芽的话 还是有点早 有些小芽还没发出来 再看一下这边的红色的 这都是即将要发出来的枝条 再过一个多星期吧 我们得做一次比较精心的修剪 拿芽定谷 再看一下这个白雪塔 刚才看的那个早期花就已经萌芽了 但这个的话还没有想萌动的迹象 估计还得等两天 早期花已经开始发芽了 中期晚期还得等两天 再看一下这个也是晚期花去港 也是没有萌动的迹象 这都是开花比较晚的 牡丹从发芽到开花 大概要经过四五十天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牡丹开花特别鲜艳 大气端庄典雅 国色天香 那么从现在呢 到开花之前 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 就目前这种状态来说呢 我们首先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春天我们浇的第一次水 叫做反清水 然后再给它施肥修剪 然后根据长势 适当的剃芽剃液 像这一棵 就是春天的时候修剪 可能有遗漏的没看到呀 或者怎么样有遗漏的没有给它修剪到 然后每一个发出来的枝条它都长起来了 看现在这枝条有几十个特别多 顶上的这花芽长得也不错 但是开花未必能开那么多 因为枝条太多了 这就是 没有修剪造成的 过两天我们给它做一次彻底的修剪 从今天开始我会及时更新视频 如果大家有什么种植上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念牡丹长势弱 不开花 或者是有什么种植上的问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到以后会及时回复大家 感谢大家支持 过两天呢 我再更新修剪啦 或者是拉牙定谷啦 或者施肥啦 什么的视频 感谢大家